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恭喜大家都發財 觀眾朋友 你們好 歡迎收看阿湘講戲節目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奇怪 你瘋商 現在又不是過年 為何你唱過年的月曲 其實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這件事證明我們中國的文化 已經滲入到外國 有一年我受了一個朋友之託 幫他去狀元方買了一套狀元的衣服 其中衣服我放在行李箱上託暈 那頂帽子我就要拿手拿 因為那頂財神帽是硬滑滑的 又很大 拿著我就過美國關 過關的時候 然後關員就問我這個是甚麼 我這英文是很差的 完全是不懂得表達 我就不知道財神是怎樣說 我就說是Chinese King Cab 他們就不知道我說甚麼 一味不明不明就在這裡 不讓我過關 後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突然靈機一觸 我就說 恭喜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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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著他們說 他們知道 恭喜發財 我看到 恭喜發財 他們反而知道恭喜發財 就知道是財神的帽 這樣給了我過關 就證明其實我們中國那些文化 那些財神的形象 可能已經是深入到外國人的 每一個人的心上 就等於可能聖誕老人 我們就知道他是做甚麼的 這樣 真的很好 我覺得 還有我們的廣東人這一句恭喜發財 原來外國人都聽得懂的 希望我們的語曲 亦都是我們這個民族文化 去到外國 亦都是大受歡迎的 希望我們的文化 可以遠遠留長的 假如各位多點貼著 我們這個阿雙講戲節目 亦都會有很多精彩的曲 和內容送給大家 看看這一期有甚麼精彩內容 先吧 想起我們這個節目 都採訪了很多 來自吳川、湛江 那些粵劇的老官 他們真的很辛苦 他們出來採訪 有些真的要來住一晚 開車就開了五個小時 如果塞一塞就五、六個小時 回去又要幾個小時 來來會會就要日幾 真是非常之辛苦 所以採訪他們 希望多點他們的內容 給大家看看 多點介紹他們的經歷 今天請來兩位 夏四虎的文武生和花旦 陳卓華和文慧 讓我們一起聽一下他們聽一下他們的故事 華哥你好 你好 莎姐好 最近劇團很忙嗎 都很忙 在做什麼戲呢 現在做的就是《風流才子》 《新神請武嫂》 《雷鳴家聲戰金鼓》 《雷鳴家聲戰金鼓》 《雷鳴家聲戰金鼓戰家聲》 因為《落香》不是很受的 因為在夏四府 都是以唱情來的 《圍主》 唱情戲比較受歡迎 所以我們做比較多的戲 都是《風流才子》 和《神妻》這些戲 《新神妻》 還有日本《蘇巡拜相》 我覺得這個戲比較有戲 這個戲有很多特寫 特別在音樂的貫徹 和戲的內容也有效 我覺得這套戲是比較成功的 因為是萬海堅老師所寫的戲 特別是音樂 所以他寫音樂設計 對… 對… 而且他演這套戲裡面很多特寫的 我們吳川市的大三界的藝術展 當時我們也有參加 社群大三界的藝術展 當時就演這套戲 我們在演出的過程中 有很多觀眾都走到後台 哇…你們… 我以為你們是放碟的 那些音樂 他說 因為那套戲 那套音樂的數字相當好 不單止這套戲 包括所有的戲 都是音樂 都很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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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 是… 因為蘇秦這套戲的成功 就是他很有教育意義 一個人跟他最低落的時候 跟他走到做成相這個 被人從男兒當自強 像上本毛總男兒當自強裡面 有一句話 所以我覺得他也很有教育意義 是的 其實我們的文藝作品 那個意義就是 他可以靜能量的傳遞 文慧在這套戲裡 你會做哪個角色呢? 我呢 就做他的大嫂 就是黑薄的 他說叫我和他煮飯 我不肯煮飯 以前在林婷做過 是的… 應該你也有看過 文慧做得不錯 因為文慧 他特別演… 我過著他演那個花粉戲 他… 他說… 他演花三戲 是的… 或者是校婆戲 好像崇老橋那種玉蓮 那些校婆戲 他說 你演這些戲非常好 是的 不過我也很喜歡跟華哥 我有一套戲是和華哥做的 就是《賣幽浪》 《落尖花灰女》 我都很… 我初一天接觸這套戲 感覺到有這麼多東西唱 又要顧著表演 一下子有點適應不到 我一上台的手就震了 華哥拿著我的手 他說 你沒有震了 心疼我 沒有震… 放定淡定 他說 我一陸禮都比較感謝華哥 我華哥多謝你給我勇氣 我華哥 華哥就是三年 去了站光團已經三年了 是的 一、二年去 一、二年去 去了三年 三年 那你們合作了多久 合作… 即是合作兩年 我越來站光 你比華哥還去得早 他還去得早 不過呢 我一直在站光劇團 都有一些角色 或者做大義 不過呢 後期那兩年 我經常想做正恩 哦 明白 那就介紹一下文慧 我知道你是不異於 站光小孔著藝術學校的 是 我也是藝術學校的 站光市藝術學校的 即是你兩間學校不異 對 有間學校不異 對 你不是兩個沙子嗎 很厲害 正宗紅褲子出身 是的 讀了七年 哦 厲害 是的 華哥很好 很好的 分別人 不管台前還是台後 對我的關心是比較足的 或者 他看到一些電影 說 你這個表情做得不對 應該怎樣做 應該怎樣做 所以要含出一點 你要含出一點 所以有什麼意見 他都會和我提 他提了之後 到我再做 我會去注意 所以華哥對我 很好 各自介紹大家的出身 好嗎 先說回文慧 好嗎 因為我們觀眾 對演員的出動 很感興趣 文慧就是 站光氣候 和站光市藝術學校 雙重的 富士出身 是 你畢業之後 去哪裡工作 一畢業 我就被自己的劇團 錄取了 就是站光劇團 是站光劇團旗下的一個學校 所以說 好一點的就流團自己用 所以我就被選中了站光劇團 哦 這樣 那你從來都不是很長時間 不是很長 幾年 不過 領導也覺得說 你要浸一下 浸多差不多 才比起你做 會好一點 覺得你成熟一點 好啊 我喜歡一步一步離 好啊 那你畢業了幾年 文慧的生氣都很不容易 是啊 她 比較聰明 接受能力比較強 嗯 我知道文慧也參加了幾次大賽 是啊 你說一說 我十五歲那一年 參加了大三屆四周杯 嗯 就獲了一個新人獎 嗯 就是大三屆的那個明日之聲獎 我又獲了明日之聲獎 明日之聲 很厲害 是啊 然後呢 之前我也有說 多些參賽 就是當自己中一步 提高 提高 之後呢 後期因為很多時間問題 還有 演出太多了 因為說歌比較有觀眾緣 搞到我們台期排了 排得很實 根本就抽不到時間 過來參賽 是啊 好像去年呢 我們演了二百多場 對 二百六十幾場 嗯 有些老叔父 他都說 哎呀 就是演出呢 這幾年的演出呢 都可以說 前所未有 對 說回華哥出道吧 他和你不同 是的 就是在學校慢慢學的 嗯 華哥就很大 好像 我二十一歲 我二十一歲 二十一歲 二十一歲 我們入到這一行呢 就是 基本教我的老師呢 都是 暫光二劇團 以前老一輩 那些老藝人 當時我們 參加呢 就是 那些二劇培訓班 嗯 參加二劇培訓班 那些很短期的那些 都不是 一年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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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三年 那就是短期 都可以說是 速成班 速成班 但是呢 我們的 練功呢 都 都比較 都是靜靜開啟的 那些意思呢 就是 你呢 就是一邊演戲 一邊摸索 對 就不是他這樣 從小到小 就是練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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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也是要這樣 演員呢 就要實踐 要達台 就是多做 嗯 才會積多些經驗 是啊 才會有舞台的經驗 我 我在這裡 講起演戲呢 就是 我就想起 彭治權師傅 講一句話 他說 演戲呢 平時練功是其次 但是一個演員 必須要懂得想戲 嗯 這句話呢 我覺得很有意思 嗯 想戲呢 這個人物 想到舞台上 是 怎樣一個人 啊 怎樣一個性格 我們平時 在演出呢 我都覺得 做一個演員呢 啊 不管在台上 或者台下 多些 嗯 花個時間去 想一下 劇中人物啊 啊 是怎樣一回事 啊 這個 好像師傅 所說的 嗯 就是 要想起 是呀 文慧 那你讀書 是呀 那你讀書這麼多年 你不如說一說 整個學習的過程 有些什麼難忘的事情 嗯 難忘嗎 嗯 其實呢 講難忘呢 都有的 因為有時候 因為我一進去 我是比較 我比較遲進去的 因為當初 孔老師呢 我一來面試的時候 他就看中我 他就說 很著憑 對 他說你一定要來 他說 後期呢 他說 後期呢 我家人陪我來的 但是呢 就說 學藝這一方面呢 家人不是很贊成 我去讀的 他說 如果他學了這件事 他學了這件事 如果沒有成就 怎麼辦 就這樣跟孔老師說 孔老師就說 不如這樣吧 我現在跟你保證 他說 你留他來學了四年 如果再沒有前途 我幫你 不幫你再 幫他找一間大學進去 所以 當初 因為孔老師 這個 樂言 然後呢 家人就 同意我來 他說 我來的時候 我是比較初入學的 大家都學到差不多了 我才進去 就拆班生來 所以很多東西 初初未接觸 這件事反應 比較慢 所以經常被老師打 很難忘 他一邊超痛的 他一邊 一拐就打過來 我說 老師我痛 老師說 你痛你也要做 他說 你不痛你怎麼學 他說 所以我也很感謝 我的老師 這樣吧 我的唱慣老師 每個人都對我都關心 非常足夠 有一次我發燒感冒 突然間練功 就想我就暈倒 不知道為什麼 老師很緊張 就抱著我 回宿舍有禁 拿藥油來塗 你知道開一字是挺痛苦的 對 經常我開一字超痛的 我說 老師我不做氣了 經常都說 老師我不學氣了 我不學氣了 我經常都疼 老師這樣說 老師說 不學你進來這裡 你一定要學的 這樣說 沒辦法 只能夠咬著牙關 頂眼神 我們同行的人 都有這樣的經歷 對 那說回華哥 華哥就入行很多年了 對 十幾年了 十幾年 對 十幾年了 我們 我們 大哥 大哥 開一字 開一字 現在做神妻母嫂 我們都有一字 對 一字好像 打一字 打一字 劈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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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說 唔想不到他做得到 對 因為我們一字 和十字 搶背 這些 我們在培訓班之後 都很努力學 那時候培訓班 我們這七十幾個人 我們幾個算大個 很大個 差不多 我們有五個是大個 大個 其餘 就是 一到早上去練功 每個 十字坐下去 只剩下我 這幾個都是木馬 就是完全坐不下去 坐不下去 坐不下去 那麼大個都覺得很醜 很醜 這五個大個 然後到頭來都是我坐下去 因為坐到那些大熱腿 全部青了 所以我們在練功的時候 就辛苦到今天有用了 記得自己入氣項 第一次做文武生 給我的感受 是可以說是終生難忘 怎麼說呢 因為第一次做文武生 然後回到後台 就肯定感覺到不好 然後就由觀眾上來 上到後台 後台來說 那時候 給我們的感覺 唉 我發誓 我都不做氣 哦 即是你害怕 醜 那個演員 有那些觀眾上台 上後台說 你明天就不要叫這個文武生上場 嗯 所以就覺得演戲呢 唉 那時候覺得演戲呢 真的沒有什麼前途 嗯 到後來 到後來慢慢呢 就自己 因為自己很多 入到這項都好 就是由於環境 和生活數 逼去 我這麼說 哈哈 才入到這項 我認識你呢 是在廣州 百和青年語劇團的 嗯 那時候你已經是輾轉了很多班 不是 一輾轉 就是兩個班 就是揚勝語劇團之後 揚勝語劇團之後 揚勝語劇團 就去了惠州語劇團 嗯 還有一個 就有一個潘儀語劇團 哦 就回到百和青年 哦 那百和青年語劇團呢 那時候我就 就是阿鵬哥跟我聊 你跟我家文 阿鵬哥跟我說 啊 這個是 我的徒弟啊 那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你演戲已經是 就是很成熟了 就是那時候 演戲 做了這麼多年呢 就話多話少都有一些 經驗 有些 有些舞台的經驗 嗯 那你怎樣 就是 和阿鵬哥結合這個司徒員呢 如果說到 結合那些司徒員呢 就 要 多謝阿 麥青 嗯 阿青姐 當時阿青姐就去到 站光那邊演出 在她的演出 那時候呢 就聽到 當地 有些人的電話 啊 有個嬰兒呢 呃 唱新馬糠的 唱歌好似啊 拍著拳 後來阿青姐呢 就 告訴師傅聽 嗯 把師傅聽呢 我又 跟阿青姐的動 就拿到阿師傅的電話 很猛 嗯 然後我就來到 廣州 潘雨 潘雨演出呢 我就叫了師傅 和阿青姐去看電影 那晚呢 阿師傅呢 就 看完電影之後呢 跟我們宵夜 宵夜呢 啊 挺像的 後來就 跟阿師傅 慢慢慢慢 就跟阿師傅 電話溝通 嗯 和生活中 啊 和他們聊天啊 嗯 就跟阿師傅 嗯 現在直到現在 嗯 就是好像熱師而救 應該是 嗯 是啊 就是 就是觀眾呢 就是天氣熱呢 就比較吵 如果冷一點 就會靜心一點 因為天氣熱 一些蚊都多 肯定不同的 有小孩子 在前台那裡 都會吵的 有時候有些小孩子不好的話 有時候 我喜歡這個 或者這個 都會在這裏 小孩子都會在這裏說 嗯 不過呢 一吵這個人 就沒辦法入到顏色 如果是剩下的 就會入到顏色 那晚的反應就比較好 對 對 那說回文偉 好 先生 那你從藝的時間很短 對 很短 那你去暫光劇團 有些什麼很難忘的東西呢 暫光劇團 就不懂得怎麼說的 就大家比較融合一點 比較玩得開心一點 還有呢 我也很感謝大家 看到 就是說我這個戲 做得不對 哪裏做得不對 個個都過來跟我提意見 所以我就很感謝 劇團的叔父 或者我們近些鄉下 如果近我們市區的 我就會叫我的老師 和那些老前輩去看的戲 就盡量多跟我提意見 是 那有哪個戲 你覺得 就是剛剛接的時候 是多難做的 就是《賣油浪》 《剪花灰淚》這部戲 嗯 比較難做 難在哪裏 難在哪裏 有時呢 你一下子接觸這個戲 你看不到那種 角色的人物 就是 可能呢 不懂怎麼說 因為 他邊唱邊做 所以 我還是覺得 難度就是在唱腔那邊 各方面 嗯 因為你要邊唱邊做 一下子接這麼大套戲 就覺得有些氣力 當初 慢慢做 做一下就適應了 是 剛剛才聽你 聽說 就說你的《花三戲》 就是 比較 好像 天彩蛋那方面 對 你比較好 順老橋 那個玉蓮 對 對 我是在深圳做的時候 去年六月份 在深圳做 很多戲迷都很喜歡 很喜歡這個角色 哎呀做得很好啊 他說 想不到我這麼小 他說 這麼小 做得這麼好 我也做過這個角色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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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一次就是 就是 我加盟過江蕙宇一團 然後跟他們演出 其中他們就說 余洋麗 麗姐說 不如你做一下這個《屎花彈》 他說 幾下話的 就是純彩蛋 是的 我說 我也挑戰一下 我真的好像沒做過 我又試一下 就是排練的時候 我有點尷尬 但是 當我化起妝 我上台 我就一點都不尷尬 這些角色其實是要放得開的 是 放得開 有一次 你不是去過沙城嗎 有一年 你不是去過沙城嗎 嗯 去過沙城演出 每個人都說 哎呀我村的人說 哎呀今晚你前雙做 他說 是嗎 我先回去看看 我說我跟雙姐不熟 那時候 我就不熟 因為我們比較少經驗 他說 我去看學習一下 謝謝 你做過 都是做過送王二村姑 皇帝二村姑 是 其實還有很多元素 一個演員 來能夠演好戲 不是這麼單一 是啊 就好像我們入戲行十幾年 十幾年 包括來到站江市的團裏面 我們三年來 好像排戲 包括上班 我可以這麼說 未有一天遲到 是 不可以 我住在梅村 他在梅村 一到上班 我就開車 回劇團 站江 回站江 在梅村去到站江 有五六十公里 有 我要七點鐘起床 七點鐘起床 因為有時候痛到塞車 上班時間 塞車 我們都計過自己的時間 因為作為一個演員 我覺得 時間觀念 比較 哪怕我 哪怕我 多辛苦 上到舞台 因為 可以說我都從來 不敢欺負 那再說一下你們演出 怎樣受觀眾的歡迎 有時候的演戲 就很入角色 很入角色 就覺得自己在演出的時候 那些觀眾 就看著你 眼睛都不眨 都可以聽到下面 很靜很靜 就很有心機做戲 嗯 好像我們在精熱墳 在高智堂那些演出 我記得 我演出那一套 《漢武帝夢霧為夫人》 最後唱主題曲 這個白節 這些有幾個 有很多觀眾 起立拍掌 起立拍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說真的 看戲 做戲 都是看多地方 當地那個 觀眾的素質 有些地方去看 人家觀眾看 就 很有心機看戲 我覺得自己做戲 就比較投入 比較什麼 但是有些地方 你做戲 雖然自己很投入去做不好 但是觀眾下面就很吵 很多小孩 嘩很吵 這些會 直接會影響到 會有一個影響 是的 那文偉呢 你演出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觀眾 很安靜 或者很吵 有沒有試過 有啊 都有的 觀眾呢 天氣熱 就比較吵 如果冷一點 就會靜心一點 因為天氣熱 蚊都多 肯定不同 有小孩在前台 都會吵 有時候有些小孩不好 有時候 我喜歡這個 或者這個 都會在這裏 小孩都會在這裏說 不過呢 一吵 這個人就沒有辦法 入到顏色 如果是靜低 就會入到顏色 那晚的反應 就比較好 那你做花生戲 你剛剛接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好像有點尷尬 有些幫忙 有啊 有啊 很緊啊 真的 真的 像小姐你所說的 一化妝 我就覺得 上台就不一樣 對 上台就不一樣 全部放鬆 這些角色就是要放 不放的話 你做不出這種感覺 他跟那些龜獸不同 是啊 那不知道兩位 舞台下方的你們 是怎樣的 有些什麼愛好呢 先說一下 我啊 我 可能 一個人 隨著自己的年齡 變化的 這間我都喜歡呢 啊 喜歡 在家裡 就是我搞到一間茶房 嗯 在那裡喝茶 看看電視 嗯 畫畫 走一下 走一下 就是比較靜一點 比較靜 嗯 平時呢 都喜歡 畫畫 試一下 嗯 嗯 就是 有空了 就看一下 現在看一下 那些人喜歡看一下 舞台設計 嗯 我試一下人家 看看一些京劇啊 還有 一些比較 有特色的妝 那些舞味 嗯 因為我喜歡畫畫 喜歡畫畫呢 我就 不喜歡看一下 舞台的設計 因為 舞台呢 我們做戲的 我們可以借鑑吸收 我們可以借鑑吸收 我們可以把別人的好的東西 帶到我們 因為我們是演戲 我們是有用的 對 我們是有用的 好 就是你業餘的時間 不用演戲 那你會做些什麼 我會彈鼓詹 啊 你會彈鼓詹啊 是啊 是啊 你的音準一定沒有 也不錯 之後呢 我 最初我學鼓詹的時候 就是為了唱腔才去學鼓詹 因為 怕自己的音準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希望學一樣樂器 會提高我的音準 啊 挺好的 是啊 然後呢 除了練鼓詹 之後呢 還有練唱腔啊 嗯 看看戲啊 嗯 游泳啊 游泳啊 因為 演員嘛 始終比較可愛 一點的 所以這些都有 嗯 所以比較 活躍 對 比較活躍 是的 那每個演員呢 都 就是有自己的 一個夢想 嗯 或者有一個計劃 那 不知道你們 即接下來有些什麼計劃 是不是 我們說 嗯 我們接下來呢 都是 就是響應那個市場需要 嗯 就是我覺得 我們會跟領導提意見 就是領導呢 也很有心機 把那個劇團搞好 但是我覺得 現在下面 嗯 夏師傅 那些私人班呢 那個裝備啊 和舞台報警啊 都很落落重 都比較注重 那個舞台去投資 很現實的 夏師傅的觀眾 如果你的台口啊 和你的那些報警啊 和音響燈光啊 如果稍微差呢 他就會 說你啊 怎樣怎樣 即是我們 以後 以後 我們 都繼續排 新戲 不會排新戲 排一些比較 又 個性的戲 嗯 我試一些 嗯 因為我們人 都 雙生雙蛋 特別韻緣 很多 去很多地方 演出呢 很多 去很多地方 觀眾說 你讚光 做得打得 有事實 是 就覺得 這趟人呢 個個都是青年化的 啊 包括 蘇生 都是三十幾歲 啊 有一個也是 蘇生 嗯 還有掛蘇 做都是三四十歲 啊 都是年輕化的 是啊 所以樂鄉呢 個個都說 這個劇團的人很年輕啊 她說 不知道演戲怎樣呢 那文慧呢 那你直接來又有什麼新的對話呢 嗯 我希望 有打算排些什麼戲啊 或者是 有啊 有啊 我就希望排多些戲 給多些觀眾去認識我 嗯 得到多觀眾去認可 還有希望多些 排多些戲啊 有機會上來廣州製作啊 等廣州的觀眾朋友們都認識我 所以呢 我已經在目前我的想法呢 就是希望 希望 小姐姐姐妹啊 你有機會提到我的戲 之後呢 多些跟我提意見 讓我更多些提高 如果 多一點 多一點意見呢 就會更多的分題高 所以呢 所以呢 我都比較喜歡你跟我提 多一點提意見 多多提點一下我 就是這樣 所以呢 我希望劇團又 給我更多機會 我排多一些戲 嗯 好啦 提雅相講戲 品戲曲人生 我們廣東有句結合語叫做 舞義藤劫 就是靠托 藤劫舞義就是托著它 我們動作也有很多 就是我們手托的動作 如果是鬚也有托鬚 究竟托鬚是怎樣用的 是表達什麼感情的呢 不如聽周女士說 觀眾朋友 你們好 歡迎收看《利縣藝壇》節目 我是本期的主講老師周公錦 這一期跟大家講一講 戲曲老生的表演方法 這一期講托鬚 托鬚 老生基本鬚口宮表演情色之一 表演時手承瓦令掌型 上台致齊胸膏且不能亂動 常用於表現人物心情舒暢 甚至是傲慢的情緒動作 蘇生說了他有托鬚 這個托鬚是怎樣表現的呢 下面我們請省粵劇院二團 二級演員周展宗李佩倫 來跟大家示範 有請 我們戲曲舞台上 這個托鬚這個動作 是一個很美的動作 也是一個瀟灑的動作 是反映這個人物 他完成了一個任務 是做了一件很高興的事之後 他在那裡埋龍這個動作 心情非常之好 他才用托鬚 是情緒非常之好 動作雖然是很簡單 很穩定 但是他反映那個人物的心情 是非常之舒暢 甚至有時候是一種傲慢 你示範一下這個托鬚 放下那邊 這個托鬚 它是兩個動作完成的 首先它是讓鬚 讓完之後 那個手把鬚托著 所以它讓鬚之後 頭領過來 這樣才有一種高興和傲慢的心情 如果我們去動它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目的就不明確 它達不到它自己一種高興 傲慢 灑脫 這種心情 所以它讓鬚之後 它一擺過來 非常之高興 這個心情 一定要在那個托鬚 那裡完成 所以托鬚 這隻手 下面托鬚的手 是不動的 它釀完之後 它不動的 就放在那裡 讓鬚自己托在那裡 所以這個動作是非常美的 你再來一次 好 再注意下面托鬚的手 不要動 這個三啞托鬚 同樣是這個動作 讓 好 你這個動作 就差一點點 一個 讓鬚 千萬不要拋 它什麼叫做讓呢 讓跟拋 這兩個字 它本身就不一樣 所以力度 不要這麼大 它是將鬚 自然地讓過去 這隻手 從下面這樣放過來 然後呢 面部變過去之後 這隻手不要動 這樣 它形成了這個托著它 它反映人物的心情 那種高興 那種傲慢 那種心理 所以你如果一動 你自己配合它 你自己想把它放在那個位置 故意去完成這個動作 它反而將人物的心情搞亂了 就達不到我們這個樣 這個托鬚的目的 這個動作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再來一次 讓 一定要讓過去 是 手不要動 托著它 變不過來 手高了 所以它托不到鬚 對了 在這裡 它就托到了 再來一次 讓過去 手不要太高 自然地托著它 變過來 那個面 是 再慢一點 那個面是變過來的 讓過去之後 將它自然地托在那裡 這個動作就沒有了 而且它也太傲慢的心理 所以你變過來的時候 心這樣 你不要管它 它才定 觀眾 你整體的肢體 給觀眾這個肢體的語言 就交代得很清楚 再來一次 是 托著它 是 對了 好 那邊 同樣完成它 讓開它 是 托著它 是 這個完成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 每一個動作 它都有每一個動作的用意 它不同其他動作 所以它每一個動作 它規範它之後 它的用途是不同的 它雖然是用很平和的兩個動作 完成一個動作 托手 讓過去 托起來 但是那個心情一定要反映它 為什麼事要做這個動作 這樣它就交代得清楚了 我們就很完整地用肢體來完成 我們要向觀眾交代什麼意思 將演員那種心情 心理那種傲慢 那種高興 完全交代清楚 也體現了我們戲曲 那種表演程式的美 和表演程式的 就是完成人物的那種方法 所以是非常美的這個動作 所以以後 凡是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們一定都要注意 美感 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介紹了 老生的托手表演方法 托手的表演方法 是用兩個動作 完成一個動作 它是先讓手 然後托手 它是反映人物 那種傲慢 和高興 那種心情 是非常美的 這個是體現了我們戲曲 表演動作 它很準確 很明確 來反映人物 此時此地 此境 它的心情 雖然動作簡單 但是它表演心情 是很充實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 將它做得美 一定要將這個動作 完成得非常完整 這樣就好看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最近很多朋友寫信來 都要聽李慈襄和李秋元的白龍關 李秋元是演得非常好 因為他本身是下四虎出道的文老生 功架是很漂亮的 亮相和打過程很流暢和瀟灑 白龍關我和他合作過很多次 不如我們一起看這個電影吧 中文字幕君 改叛马 这一生 风日从阿临 八 五冬多光 血跌嬰啊 倉童慧血 出乎月未今 流我停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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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难穿 蛤 蛤 蛤 伯仑阿慧 祝海哀青蛙 飛龍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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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阿赤 你看飛龍嶺相 地勢空險 討若此地埋有伏兵 難定賢贓命 勇兵無法, 勇雙無暴 勘強起來 真令笑彎, 化笑 把我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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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古道飛龍里相無用者 急行內撩雷呀嬌應 我再震震為唐曹衛 可惜馬鞠人屁強難清雅 那你走, 那你走 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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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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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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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